中国多支疫苗研发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并具备充足的生产能力 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加入实施计划 直到九月大线前 人拒绝加入COVAX 中国突然态度大转弯 将中国生产的疫苗推向国际 此举是否为台湾取得武汉肺炎疫苗 添变数 跟COVAX 我们大概九月十八号已经签约了 那大概十月初 我们大概就会付定金 台湾在九月加入COVAX 领到武汉肺炎疫苗的分配门票 签约时甚至谈条件多付点全力金 换来疫苗的选择权 陈时中划保证台湾不会选择中国制疫苗 因为中国疫苗黑历史让众人失去信心 包括二零一三年多起婴儿注射逼干疫苗后死亡 二零一六年也查获中国有不法集团 长期供应大量无效疫苗 获及十八个省份 二零二零年更有多起中国制快塞事剂 有瑕疵无效网路更是出现武汉肺炎 假疫苗 我不知道那个中国大陆 为什么一开始不加入 现在又开始加入了 COVAX它是一个完全跟政治无关的组织 到目前为止 我们并没有说到觉得有什么刁难的事情 我们都按照程序来进行 目前并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 台湾已经在十月初付了定金 专家推估至少约二十八点五亿台币 买得到四五百万剂疫苗 国内优先施打族群有数十万人 专家研判数量还算足够 详细数字指挥中心保密不透露 但为疫情取得解药再往前踏出一步 三星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